江子牙风神好比唐僧取经,收到八个徒弟,人鬼妖魔神精怪应有尽有,最后竟全部逆袭成功,全靠车头带。 这里是妙文史,订阅我,一起畅游历史。 所谓师者如父,做人家的师父,不仅要为徒儿们传道解惑,甚至还要在徒儿们的事业,家庭方面有着辅助的义务。 这一点,风神演绎,世界里的老师们就做得很好,江子牙是当得上好老师的,风神中,江子牙先后收了八个徒弟,其中有人,有鬼,有妖,也有怪,话说这还真是种类繁多,那么风神之后。 江子牙的这八个徒弟中,风神后都是什么结局呢? 第一个徒弟,武吉,风神中,武吉是个依靠打柴为生,地地道道的山里袍乔夫,经常在上山打柴的路上,见直钩锤吹掉的江子牙。 一天,武吉再次路过江子牙身边时,停了下来,江子牙对武吉说你左眼轻,右眼红。 今日进城打死人,武吉听得很生气,也很后悔,今日为何要停下来,跟这个怪老头聊天,我和你闲谈细语,为何独口伤人。 然而事实却证明,江子牙说对了,武吉在进城卖柴时,果然打死了门君王相。 西齐刑律,杀人长命里之长野,武吉还有个七十余岁的老母在上,自然不想死,就来求江子牙相救。 江子牙说了,你要我救你,也不是不可以,须得拜吴为师,与武吉有了师徒名分,江子牙早晚教他兵法,武艺将一个凡人乔子,竟教导成大将之才,最终学成文武艺,或与帝王家。 随江子牙入西齐王庭,被封武德将军,立下无数战功,以后享尽人间富贵,殷吉子孙,第二个徒弟,龙须虎,说起来,龙须虎和武吉一样,也是被江子牙强行说为徒弟的,那时候。 还是封神亮节初开启时期,摩家四将奉闻太师之令,征伐西齐,江子牙不敌,往昆仑找师父原始天尊求助,下山石所收的。 不过,龙须虎既然称自己是少昊所生,那么算起来,还是周氏子孙的祖宗,他出世就是为了服民主的,后来跟江子牙作战,功绩不小,最后死在巨人乌文化手中,龙须虎是个头四驼,像四鹅,须四虾,耳四牛,身四鱼,首四鹰,足四虎的精怪,反正就是非常难以形容的一种东西。 深宫豹古惑寻江子牙,要吃江子牙的肉来着,但吃江上一块肉。 延年又一寿,西游中的唐僧被妖怪喊着,吃了几十回,每次还都吓得不行呢。 江子牙第一次遇到这种事,当下是魂不附体,这祸也是个铁憨憨,被深宫豹给骗了。 说不定,这祸脑子本身就不清楚,不过此间之事,昆仑欲须产教主原始天尊早已知晓,在江子牙下山前,就交付他中央物几旗,并收服龙须虎的锦囊。 害得,江子牙一计将龙须虎困住后,以败无为师,我就饶你为条件交换,收龙须虎为徒。 在封神中,龙须虎本来封神榜上无名姓,是没资格成神的。 但最后却被封了个九丑星,成为神仙后,以后再也不必为延年益寿发愁了第三个徒弟,伯剑。 伯剑的身份比较特殊,他是千年前的一道鬼魂,封神演绎第37回,江子牙一上昆仑中,原始天尊交代他说,回西齐的时候,绕道去东海一趟,那里有人在等他。 此人就是百贱,大仙。 游魂埋没千载,未得脱体,前日清虚道德真君服命,言今日今时,法师经过,使游魂伺候,望法师大展微光,普济游魂,超出烟波,把离苦海,红温万载。 百贱道不是江子牙逼迫着收的。 他是原始下扶命,清虚道德真君亲自来安排的,虽然这份师徒情有安排的成分在其中,但百贱拜师的诚意却是实打实的。 话说,他能有几个千年挥霍。 百贱跟了江子牙后,就安安心心地待在风神台,以手中招魂帆,引风神亮节中死去的灵魂上榜,视为风神榜的引路人。 当然,风神榜也不是什么人都能上的,需得满足一定的条件。 所以百贱也负责征选工作,在风神演绎第44回,紫牙魂游昆仑山中被金敖岛姚天君的落魄镇败死后。 魂魄飘到风神台来时,就被百贱给推出来了。 所以,由此可以看出,不见一则知晓风神榜名单内幕。 二则对工作认真负责,连师傅来了都不给后门走。 风神亮节后,百贱得元使天尊亲赐守台功貌肯定了他的工作,并得第一个风神的荣耀,被封为三界首领,八部365位轻扶正神之旨。 忠得超脱游荡的孤苦命运,功德圆满,第四个徒弟。 五路神是江自衙在风神中所收的第一波徒弟,是武吉,龙须虎,以及百贱的师兄们,为什么说一波呢? 因为他们是五个人,可,五个妖,收服五路神的时候,还是江自衙在昭歌,宋一人老大哥家中。 彼时,江自衙做买卖不顺,和妻子不遂,堂堂昆仑高徒半个神仙,却整日里为柴米油盐算计奔波。 可以说,这是江自衙人生最失忆的时候,宋一人是个好兄长,见江自衙眉心欲解,请他喝酒解闷。 说话间就到了后花园的一块宝地,并得知此处闹鬼。 江自衙好歹是昆仑道德高士,轻松就收拾了闹鬼的猪、狗、牛、鸡、羊。 这五个成精的家处,家处能成精。 自然有超长的眼力架,当下是痛哭流涕,百般哀怯,赏先,道心无处不慈悲,小处得道多年,一时貌毒天眼,望起连舍,今一旦诸鹿,可怜我等数年功行,赋予流水。 江自衙毕竟慈悲心肠,当下就没忍心杀了五处,就吩咐他们先行去西齐,以后在建造风神台的时候, 斑斑砖运运泥,无处乖巧硬下,隐山等候,直到多年后,终于等到江自衙到了西齐山,现身患恩师,当石子衙看,原来是五路神来接,送上门的徒弟,不要白不要,江自衙当即吩咐五处,也就是五路神起造风神台。 原本是人们的桌上肉屎,就因为成了江自衙的徒弟,竟然肉身成神。 一,五处运气真好,以上就是江自衙的八位徒弟,以及他们最终的结局,普通的乔子五级,也能出入王庭为大将。 风神榜上无名性的龙须虎,破例被封了神,游荡千年魂魄无翼的百剑,以后得享清闲之福,更别提那出身低贱的五处。 最后居然肉身成神,龙须虎血脉古老,而且侍从江自衙,为什么只封了个低级神位? 可能从他的相貌上有所推断,上古人物跟人类有关,但从血脉上可能跟后世的人类不同。 通过杂交会产生一系列的怪物,而龙须虎就是其中之一,其血脉虽然来自于绍号,但可能并不尊贵,要不然怎么会一直住在深山老林? 其同代者已经高居神祠,被后代所供奉,而它是一个杂交产物,根本上不来台面的。 如果不是败江自衙为师,可能以后就会被当妖怪滞留处理掉了。 在他们当中,每个人的结局都达到个人的巅峰,其中缘由自然是江自衙徒弟这个头衔带给他们的,江自衙是执行封神榜任务的天选之子,在个人能力范围内。 为自己的徒弟们带来一些福利,也是无可厚非的,所以找准方向跟对人是成功的必要因素之一,当然,还得是江自衙这般的厚道人。 对此,你怎么看?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,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,这里是妙文史,订阅我,关注我,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